今年暖冬效应,气温较高,让病毒型肠胃炎肆虐 医师表示,从去年11月到现在 儿童罹患病毒型肠胃炎的比例增加了5成 由于是口粪传染,几乎是一人得病,全家都中奖 开学后,恐怕交互感染的状况会更加的严重 因此要提醒家长,只要有上吐下泻的症状 就应该要隔离消毒,避免疫情扩散 寒假结束,小朋友正式开学上课 除了要受薪外,也要当心病毒传染 因为根据台中中国副疫急诊医师统计 从去年11月到现在,因为暖冬效应,气温较高 儿童罹患病毒性肠胃炎的比例增加5成 今年1月就开始有,比往年还要多 比往年还要多 那我们现在因为其实流感变少 所以几乎小,呃,急诊室几乎都是上吐下泻的小朋友为主 今年会多了蛮多 医师表示,从10月份开始到隔年4月 都是病毒型肠胃炎的高峰期 由于今年碰上暖冬,状况更为严重 由于这种病毒感染力和生存力很强 像是诺罗和轮状病毒,透过口沫和粪便就能传染 因此常常一人中,全家都中 不少家长以为叉叉酒精就能消毒 但正在医师的角度来说有差等于没差 最好还是透过高浓度的漂白水来清洁才能达到效果 医师也提醒,只要有上吐下泻等症状就得提高警觉 除了隔离外也要认真消毒,并且给病人适度补充水分和电解值 没有其他并发症多数两三天后就能好转 记者李嘉台中猜不到